澳洲人 中国星 您现在收看的是澳星电视中文台 好痛啊 难的 难的 难过他跟你一样尴尬 对不起 要不然 我告诉你哪家可以走 没处去找一个英语老师 不收你钱还愿意不停地跟你 好好留学 天天向上 欢迎收看留学这些事 我是佑晨 按摩已经成为了很多人下班之后 或者是休闲娱乐的行程之一了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压力好大 肩颈非常的酸痛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帮你按摩一下 就觉得精神十足啊 感觉就像是充电了一样 因此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 来与我们谈谈他们的按摩之道 以及他们在按摩的时候 碰到了什么尴尬的事情哦 首先让我们欢迎三位嘉宾 欢迎欢迎 欢迎 哈喽哈喽 还要让我们热烈地欢迎 Zan Alman 终医药中心的Walson哥 大家好我是Walson 哇Walson哥今天穿的真的是很有中国风耶 按你的要求中心的 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 还要让我们热烈地欢迎 两位留学生的代表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Trish来自Deacon 大家好我是来自VIO的Jackie 哈喽哈喽欢迎Jackie就爱你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你们的这个按摩 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人说什么按摩一定要按到痛 那是真的吗 所以按到痛才有到 这个不一样的痛 嗯 是怎么样 你知道碰你自己觉得那种痛是很疼 是不好的疼 你说的那个疼是很爽的疼 是按的对了 然后按的筋了 对对对对 是不一样的 哦 正常它分两种 一种是这个生理性的 嗯 那么生理性的痛都应该是酸麻胀 这是正常的 对对对对 那么另外一种痛就像针扎 哦 啊或像火烧一样 哦 我可以给你试验一下 好可以啊可以啊怎么试验 哇今天真好 有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啊 哇哇这是舒服的耶好爽哦 这是正常的 但你有没有觉得疼的吗 这是正常的 但这个疼是舒服的 对对不太对对 有些地方呢就会非常的痛 哦哦哦哦哦 你会有感觉到的 这是痛耶 对对对对 好痛啊 对对实际上 我们颈尖是有一定的毛病 哦 所以我颈尖有毛病 你保持一个姿势太健康 哦所以所以我的那个 Wasson哥一按就知道 我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 因为里面像琴弦一样 嗯 所有的肌肉都拧在一起 产生了筋软 筋软 对严重的时候会起一个包 就是打疙瘩 我们一按就知道 就里面一个疙瘩 然后按的时候 然后会有声音咯咯咯咯咯咯咯 哦对 是真的吗 是是是是 有很多人说那个叫做气劫 是不是 其实就是一回事 如果是 所以按摩很有效 就在这里 所以我刚刚会痛 就是因为我问题很多 是不是 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人家说什么 肩颈酸痛到一定境界 会变成50肩嘛 就是手举不高那种 对 抬到这里就是上不去了 年轻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 到35岁以后 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你觉得我刚刚那个 肩颈的这个 那个有 有到那个程度吗 快要到那个境界了吗 如果分成10级 对 我大概10级 哦那还好吗 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我很难 对对对对 你这样慢慢的 慢慢做 所以我要常常来找 温森哥是不是 对一星期来就最好 对对对 对啊人家说什么 按摩有没有说 多长时间才能按一次 还是说每天按都可以 我个人觉得就是 看你的病情 比如像你这种呢 你可能只有在二级 那我觉得就累了按就好 比如一星期一次 两星期一次都可以吧 如果很严重的那肯定要医生 如果你发生一些物理性的病变 比如说开始产生像你刚才说的 抬不到这里了 或者是在一段时间之内 对 你手臂产生了酸麻胀 影响你睡眠了 那你就要来一星期三次了 就比较像治疗型 对 治疗型 那么保健型按摩 就一个星期一次就足够出来 对 平时缓解疲劳 就一星期一次就OK 就不用太多次了 这样通常缓解疲劳 你们会建议是就是 假如说肩颈酸痛 就按肩颈就好 还是你们会希望是全身按 一般你要是觉得肩颈酸痛的话 一般它都是连带着后背跟腰的 所以你这个low back的位置 也需要按一些 因为它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不能只针对这一部分 要全部按的话 气暢通了 只能就舒服了 对 对 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是说 挣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也是能够更健康 对 它主要是因为形成原型头痛 形成颈部的毛病 通常是坐姿 比如说年轻人打游戏 哦对 现在大家都拿那个iPad iPhone 对 对对对 保持一个姿势固定的 有影响 那么它就会压迫到神经 整个脊柱 颈尖颈椎都会有问题 哦 所以我们才推荐 做颈尖的客人通常也会坐背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 心脉一定要通才可以 对对对 整个人会有效果 嗯嗯嗯 那像是你们在帮别人按摩的时候啊 有没有碰过一些很尴尬的客人啊 当然有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为什么大家的笑容感觉 这个 这个这个客人就是 我刚刚来按摩店的时候 因为就是英语不是很好 就是搞出一些笑话 就因为 什么笑话 因为就是有客人来要一些special的 special 特别的 对一些特别服务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们店里有一个就是 半个小时的 但是你做whole body全身的一个按摩 这个是30块钱 这个是一个特价的嘛 对对对 刚好就是我当时英语能力又不是很好 嗯 然后我就把客人的要求理解成这个特价的这个 哦 然后当时我的同事他们全都在那个按摩的过程中 所以说他不能跟我讲话 他们都知道是要一些特殊服务的人 哦所以来的上来的过客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男的 他跟你一样special 他就跟我问嘛 因为我在就是前面到reception 哦 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们有啊 然后还在跟他介绍 我说有穿着衣服的 还有就是要做推油的 因为要脱掉的衣服 怎么越讲越不退 因为我就把客人引下了一个歧途 然后客人就 最后就问了一句 他就说 谁会给我做 然后我就以为那我该我做了嘛 然后我就说 然后客人 然后客人 客人什么都没说 转头就走掉 其实这种呢你知道吗 对对 很经常在电影 大家都会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英文没有到当地的那个程度 很多一些你知道的一些 对 细节上的东西 他理解不到 对吧 你知道像我当时 而他是男生嘛 就可能还好一些 像这种情况 人可人直接走了不做 你知道像我的话 我也是刚去 因为本身英语很多地道的一些表达都不懂 没错 然后也是类似的很搞笑 因为男客人进来跟我讲说 我想要一个怎么怎么按摩 然后那个单词我听不懂 但是我听懂了 手 对不对 那我觉得按摩是用手没有错 然后我还跟他就比活 我说 是我们是这样按很大力哦 而且很大力哦 一直在讲 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按摩 也是确实就是他 只能用手不能用这里 我就以为是这个东西 然后那客人就很满意 然后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我就在外面等着 然后他就是脱衣服啊 然后躺好我就进去 结果我们是帘子了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男客 对啊 30多岁的 然后我们是 外国人吗 对外国人 然后那个是帘子的 都有缝的嘛 我就站在外面等 我就看那个缝里面怎么不对 好像一直在脱衣服 一直在脱衣服 你知道吗 他是选怎么样的按摩 他是选精油吗 因为对精油 他是精油 对要脱衣服 然后好像我忘记多久了 然后我就 我就有那个缝 我就好 一直脱 对然后我就想看一下吧 我的天哪 就已经一米八的男生 全光的占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很 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 然后我就去 我们店长是个男生嘛 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 他就过来帮忙 然后店长进去 我就跟男生说 对不起啊 我们不做这个 我们是正规的啊 怎么怎么 我告诉你哪家可以做 真的 这个方面我们会很保护 咱们来工作在一起的学生啊 或者是其他的就位的朋友 那么我们会先train这份事情 没错 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但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健康的 那解决你身体上的问题的 对 那么让你有称之你的一个新的body 哦 那么会不一样 不给他讲清楚会好一些 对 你知道像男生一般还好 对 你知道有很多女的留学生 你想想按摩在华人留学生打工里面 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业 但很多女的你像我现在还在读书嘛 然后就来做这个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担心 对 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个这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我来我做第一份工作 然后我一直做到现在 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说 也想介绍来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问啊 我一说我做按摩 然后怎么别人就 那那算了 就会想多 就会想多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们凡是有女生进来做stuff的 我都会在讲 你跟朋友或者是亲属一定要讲 我们是中医药人心 对 不是按摩某某院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还有因为最主要我们有中医师 对啊 对啊 还有药这个会不一样 对都有 还有capping啊 对啊会不一样 对我可以提供一个怎么区分的方法 对 怎么怎么怎么 第一看广告的时候 如果它只招女生 对有问题 对 对 像我们的广告是男女生不限 年龄不限 对是吧 是你们中医的手机 有经验手机 那第二点呢要提醒的是 如果去面试要看 看什么呢 是不是封闭的房间 对 这个很重要 我们会留足在膝盖以下是透空的 啊 头部以上是透空的 对 所有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到 对 不是封闭式的 而且是帘子 会非常的安全 原来如此 而且我们还有效果 对 而且我们公司就是 会有一些严格要求 针对女员工或者是男员工 就是不能穿太短 或者是引起顾客的误会 对对对 嗯这样挺好的 而且我们叫 zen element 是不是因为很正 正宗的正 所以才叫zen element 为什么我们的按摩定位 因为 正呢是 实际上是一个 日本语的一个翻译 哦 japanese 对对 它是禅的意思 哦 那么禅宗呢 在英语里面 只能用日本语发明 发明的这个正来代替 那么实际上 呃 这个我们 起zen element 是有渊源的 是从一句很容易人起 奇异的 呃 经书里面来自 就是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就是空空 空即亦色 实际上是用一种很安静和万物组成方式的办法 自然疗法 来解决每个客人身上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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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知道吗 你名字太长了 你没有我们接电话 我们又接前台的工作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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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然后什么 啊 啊 但是 啊 啊 哇 其实来这边来的按摩店打工 都可以有这个英文练习的更好 真的是有现实的例子 之前也有过来 五分都没有过的学生 这里读语言 结果在按摩店一年之后 考一下46分 是因为没处去找一个 英语老师不收你钱 还愿意不停地跟你说的 因为真的你知道来按摩的 一般的就是什么大爷大妈 还有什么 就反正大爷大妈吧 我觉得大爷大妈最重要 只要你愿意跟他聊 他愿意不停地跟你道 而且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大概都有一个小时 就最短也有办法 对 没错 然后客人就很喜欢给聊天 对 因为反正躺在那边 也没事做就聊天 如果你愿意 你真的可以一天聊到晚 来一起做二次 反正我们还可以看 我们走走走走 我们店长就说 你还帮他整齐 人家拿着车是法拉利 你拿手牵也比较好 因为就是你看着手 这里这样这样 双手托天 托天 那么第二次就是左右探索 如果按摩店的话 我就选择 送来了 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谢他 成功选择麦尔肯 实现澳洲梦 可以在网站上 能找到我们的 在SchoolPunk GroupPunk LiveInSocial 全国排名前三位的团购玩具 我们都有合救 对 对 我们排名到现在为止 一年多的时间 还是排名在第一 总交量 真的 我们每天都有 无数个团购的客人 是的 太多了 其实我感觉这种方法 也是避免一种误吃的一个好办法 就是把这个特价东西拿到网上来放着 这样的话上门的客人会误会的会比较少 这样就蛮好的 对 但是我说实话真的 我觉得好像很少有中国人来做按摩吧 我做这么久 我很少做过中国人 有 有 偶尔会有的 偶尔会 我 现在慢慢多起来了 有吗 我只做过一个中国人 然后特别搞笑 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给他介绍 我说其实他要一个小时 对 我说其实你真的不用做一个小时 我觉得你做二十分钟就够了 我就想让他省钱 我就说 我说你脖子疼吗 二十分够 不够 不用做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讲 我说你每次来你可以做二十分钟 完了我们还给卡 我们怎么走 我说 教他优惠 对不起老板 我说教他怎么优惠怎么省钱 结果他做完了以后 他就跟男朋友走了 然后我们店长就说 你还帮他省钱 人家拿的车是法拉利 哦 真的 对 哇 然后我就想完了 从专业角度上讲 我们都是要培训员工 在于时间长短方面 我们有更专业的建议 没错 通常情况下 他如果是颈部扭伤的话 对 我们不会让他做时间太久 对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一到了按摩店 他们就会拉着你买越来越多 对对对 如果你想做二十分钟 我让你做一百四十分钟 最后是我挣到了钱 但是失去了客人 对 其实不是正确的方式 对 因为你这个客人如果真的 他是需要二十分钟 你给他那么久 他不会再来 那我们还不如就挣着二十分钟钱 下回他还来 我们不停有二十分钟 对吧 这样比较好 对 而且我们确实有那种很专业的中医师 对对对 我们有在美国内亚州注册的中医师 也有在注册的理疗案的师 都是可以开 resit的可以去保险公司拿回诊金的 对 OK 所以其实都是很专业的 对对 所以你们也是透过一些很正规的广道 像是网路啊 然后来证明你们的Zen Elements 是真的是很 是的 完全没有这些黄色的这些 对对 是的 元素在里面 所以也是请留学生和留学生的家长放心 要如果选择按摩店的话 还是选择Zen Elements 哈哈哈哈 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大家庭 然后所有人在这里生活工作都很快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多人真的是需要按摩这个服务的 真的很多人需要 所以只是需要一些了解的渠道啊 找一些正规的店来做 就不要杂七杂八那个东西了 对 我们通常会培训我们的staff 在做完按摩之后 还要给一些顾客 有一些更好的专业性的建议 让他们自我恢复 这个同样适用于咱们的留学生和留学生家长 那么做久了就会产生颈椎病和腰椎病 对啊 那么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是做重力牵引 自我重力牵引 什么是自我重力牵引 就靠自己身体的重量和地球的引力来做牵引 怎么样牵引呢 对 如果有那种衡量 可以扒住 对 然后轻轻地摇动身体 向左向右轻轻地摇 用自身的重量 来恢复你本来已经变形的脊柱 哦原来 因为如果发生了一些脊椎变形的话 那么会压迫到身体 哦 那除了像这个脊椎的牵引之外 还有什么是留学生假如读书读很久啊 他一直在看书 然后呢就觉得整个腰椎可能都会不好 或者是玩电脑打报告太久了 那我们在自己在家里 通常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对 就是先去洗个澡 哈哈哈哈 洗澡 那么热水澡真的是有助于输精活学 那么它能够暂时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不一定能真的解决 嗯 泡热水澡 对 就热水泡澡也很管用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个 对 对这个 因为感觉就留学生过来之后 大家都是 就简单洗个澡就完事了嘛 就是 没有习惯去泡脚 啊 其实真的还挺好 但是真的很好对身体 对 促进血液循环嘛 再放一些中药粉会更好 OK 当然我们中间也会有中药粉 每一个 那像是留学生如果要自己按头啊 就可能眼睛酸了 要按哪里呢 对 眼睛酸实际上是视觉疲劳 你盯着一个地方太久了 嗯 你普通的做眼睛保健操 揉太阳穴 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只能暂时的环节 对 那你如果视力一直在持续下降 对 我建议你每次看完长时间的电脑 学习长时间的话 你要闭眼 休息 闭眼用左转和右旋的方法 对对 闭眼 左转三十六旋 我现在眼睛闭起来 这样子左转 这样子 对 右转 尽力的向左向上 向右向下看 但是你要有个就是 比如拿手牵也比较好 因为就是你看着手这里 这样这样就一直转 对对对 难道我像刚刚我转的有点头晕 不知道站到哪里 像你那样没有目标的 就是会晕啊 这样子 你要看到手 当你闭眼的时候 它在内旋做 因为你看不到东西嘛 那么它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眼泪啊 一些入滑你的眼睛 对 而且会增加你的眼睛的视力 这是很多学生都会碰到的问题 就是视力慢慢下降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那么还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教一些 简单的健身操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脱衣服吗 可以啊可以啊 怎么样走 我来演示一下 好好好 我要站起来呢 要不要跟这一块一起试一下 好好好 一起试一下 好好好 一起试一下 放松一下 放松 放松 是要抖吗 对对对对 你可以抖一下 可以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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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自然牵引 这个是自然牵引 所以没有更深度的教八段剂 就是自然放松 自然放松 好放松 好看着掌心 看着掌心 向上拖 拖 这是双手拖贴 但是手会一直朝自己 连翼度不好 连翼度不行 这个重点的实际上是 眼睛看着掌心 你自己看一下 你会感觉到掌心在发热 如果它没有发热 你就想它让它发热 它会有感觉的 对 往上走 然后呢 双手拖贴 拖贴 那么第二式就是左右开弓 开弓 哦 嗯 哇好像在打太极 对 如果肩有毛病的话 嗯 你会看到 你会感觉到 肩会在嘎嘎的响 嘎嘎的响 对 如果抬头的话也是这样 哦 所以留学在家里 你就可以做这些东西 是是是 好几年没交过活了 真的吗 哈哈哈 太厉害了 很高级的人员 像我们这种的 他才会教一点 哇 我们是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就是让我们一些比较优秀的员工 嗯 来培训新员工一些基本的 对 点刮柔 一些基本技巧 对 那么第二阶段呢 是请店长 嗯 或者是啊 有这种医学背景的人 来教他一些穴尾的知识 对 那像是火罐 像刚刚这个 Belton哥也有讲说 在你们的这个里面 你们有请专业的中医师过来 是 那他有做一些 拔火罐的这些项目吗 有的有的 而且火罐的效果非常好 嗯 除了可以去湿 可以解决你身体的疼痛之外 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现在有很多女生 有立架时间不稳定 和痛经的现象 哦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一套办法 能够治疗和缓解你的疼痛 嗯 让你时间更准时 让你整个的 整个的血循环 所以火罐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里面罐子里面点火吗 是用传统火罐是用火的 那么现在有一种叫气罐 实际是不好 我们不推荐的 嗯 我们推荐的是火罐 嗯 用 现在用玻璃状的 过去是用碗和杯子 这个都可以做 哦 对 那么用火来点燃杯子里面 把空气烧出来 哦 了解了 那然后吸到上面 这只是火罐的其中的一个 最简单的叫做罐 做罐 那我们平衡罐法是用闪罐 做罐 拱罐 柔罐等等 怎么这么多个罐呢 对 到这十年 拔罐是不会引起官司的 为什么 对 因为后面会产生很多的 像雪的痕迹 黑的 还有一个圆的那个 OK 对 如果是走罐的话 会把沙刮出来 对 它就会认为你伤到它了 对 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 有个别的顾客会问到 所以我会张贴一个小小的告诉 说告诉你 会在身上留印记 对 但是这个是detox 可以排毒出来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没错 平衡罐法的好处是 它不单去湿气 不单可以活络你的经络 而且最主要是 还可以拔湿毒和挂杀 嗯 那我们走罐的话 直接就可以带出杀来 所以你在一整套平衡罐法里面 能够把所有的疗法都制造 所以叫平衡罐法 其实还挺有用的 对 对 等于现在女生 女留学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来我们的店里有很多 别说女留学生 就是西方人 女的当地人 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她时间不准时 还有一些痛的现象 那我们用艾揪来治疗 和平衡罐来治疗 好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长了好多知识 而且也要特别跟观众朋友们说 其实按摩店有很多种 来到澳洲也千万不要担心 一直觉得说 听到按摩是不是就有色情的 其实不是 我们也都有很专业的团队哦 好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也要特别感谢 Zine Alvin 周音耀 中心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要特别感谢 Itao BB 新店信 My Love Style Vurniture 时尚家居 以及 Team Fashion 提供漂亮的衣服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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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来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旁边 可以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